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这样看中国复查时间节目播出届满三周年了 独特的历史视角收到不少听友的回响 我们特别精选出值得回味的节目内容与您一同回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央广的这样看中国 我是主持人复查旁边的是张正 大家好我是张正 好我们今天讲这个继续讲男领系列 讲这个男领本身 好 其实男领本身我们有个词叫武领嘛 嗯 对你一定听过武领的词 对对对 所以这两个到底是 是什么关系 是同一个吗 对同一个关系 其实应该讲就男领是很多山脉 然后武领是男领当中的五座最大的山脉 所以我们一般会讲武领 对武领比较多 也讲男领 像毛泽东的诗词就是 武领威夷腾系浪 乌盟龐 走你一碗 你都不用看就可以背出来 因为当中不是都学过吗 他武领威夷就是他当年从那个南逃时候 长征路线南逃时候 他整个就是走南领的 从江西经过广东福建 这是贯川这样子 贯川 横着走 然后一直走到了这个云柜当中 然后再从那个川藏的边界线 再杀到这个中国的西北 那实在是一个很神秘的一趟长征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逃亡路线 对 那所以就是女游子可见的这个南领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山脉构成 那因此来说在里边生活了非常多的族群 然后呢这个也是整个中国和粤 我们讲南领以南的是所谓的古代的粤文化 那以北是比较偏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区域 这两个文化圈当中既是阻拦 但是同时也是打通的 也能够连通的这么一个山领 这是南领 我们讲五岭当中 能不能拿五座岭呢 其实一般我们也记住它也没有用 还是念一下好了 粤城岭 都旁岭 蒙珠岭 祁田岭和大鱼岭 其实我都怀疑这些岭的名字 都是当地壮语原住民的发音 写成汉字的结果 对 你这样讲有道理 因为这个看不出来什么太大意思 对 它没有特别的意义 对 我觉得就是汉字 像大鱼岭最明显 大鱼岭是靠近江西跟广东那个岭 后来一九五几年的时候 中共就把那个大鱼岭的鱼 改成年年有余的鱼 他觉得原来那个鱼很难懂 为了让老百姓明白 就改成年年有余的鱼 所以你看它就跟它是发音的关系 那这个南领 它其实可以阻止这个东北季风南下 就是北方的季风 基本上中国有两个山脉 一个是秦岭 一个是南领 都可以阻止北方的寒冷天气南下的 所以其实湖南跟湖北冬天非常冷 但是到广东就非常暖化 就是这个春暖花开 四季如春 北风已经无力了 对已经无力了 这是被拦住 然后刚好又有一座不算太高的山挡住 这个山就是一千到两千之间的公尺的高度 那因此是可以挡住的 但是可以挡住冷空气 却挡不住人 因此来说 从北方中国来的这个势力 这个势力 不管是军队势力 还是商贸势力 其实往南下是很容易的 我说今天就是我们要介绍几条 这个从北方的中国入侵到古代的越地 那几条重要的路线 好 我们今天讲 从先从湖南讲起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那个岭南 往东以北就是湖南 而且那个什么 我们从小时候背那个铁路 广东到武汉的那个叫什么 对那个叫做越汉铁路 越汉铁路 对然后北京到武汉的叫京汉铁路 我们叫平汉铁路 你们叫北平 我们叫北京 你看真的 我从来没想过叫平汉铁路 我都是读京汉铁路 这两岸差异又再次呈现出来了 无处不在 北平 那你看那个这条线 后来这两条线 我们后来合成叫京广县 就是北京 这个就后来会常听到 对 我其实也没有想到说 京广县其实是有两条线合起来的 而且当中遇到长江时候 是走船的你知道吗 真的吗 他早期时候没有修大桥之前 是等于说平汉线 到了汉口之后 这个火车就上船了 真的假的 所以没有铁桥 当时还没有桥 当时武汉长江大桥还没修起来 所以当时这个火车就上船了 它是一节一节上船的 上船之后 然后到了南边的武昌 然后联好之后 再往南开 然后那个人是基本是 可以不下火车的 这种就是那种 就是把火车放上那种渡轮的感觉 这还蛮酷的 对在北方其实不常见 可是我记得以前在上海时候 我们坐汽车直接上渡轮 然后在下车直接开 其实都蛮常见的 汽车上渡轮可以理解 对火车上渡轮 好这就是当年的情况 这应该是在1950年代以前 就是整个中共建政以前的时候 整个所谓京广县都是断开的 那京广县 其实你想想看 就是从广州 湖南进广州 他一定要穿过那个南岭 对 他是从哪里穿的呢 对我刚刚拿两座山中间 对我其实之前也从来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后来我才思考 他说哇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蛮奇妙的 好那我们现在赶快讲一下 他这个从湖南进到这个广州的两条路线 那第一条路线呢 就是我先讲这个 刚才讲那个京广线 就是北京 北京的火车 经过湖南穿过南岭 进入广东的路线 那条岭叫齐田岭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讲齐田岭没有意义 因为今天那个齐田岭 它全是开凿很多隧道 而且这个隧道呢 就是在 而且这个里面的故事很有趣 就是当初在修铁路的时候 我指当初是什么 只是1900年晚清时期 就修铁路的时候 实际上是当时清政府 是委托这个美国人来修的 美国人计划五年的把它修完 然后他的做法就是开凿这个隧道 后来因为当地的湖南广东 事实上反对 因为铁路 破坏风水啊 不是风水 就是当时是那个属于跟那个四川的那个 在沾铁路 运动实际上 他是新爱革命的前生嘛 他为了这个反对铁路外包给西方人 所以反对这个西方人力量参与 其实是经济上的问题 对 它实际上经济利益的问题 那因此来说 他就反对造铁路 然后结果没办法 铁路就不能修 最后是由国民政府自己修的 然后1929年才把湖南跟广东打通 打通之后 可是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开凿铁路 或者没钱 或者没技术 所以他等于说沿着那个两条 大岭东沿一条河叫五河 那条五河是从湖南 直接穿过南岭 然后到广东 到广东省 所以他就是沿着五河修条铁路 时速只有40公里 其实非常慢 那这个铁路运行到何时呢 运行到1987年 这么晚了 对就是1987年之前 整个从湖南进广东的 坐火车都要沿着河边慢慢走 走才可以 一直到1990年以后 技术发达了 好像也是中国人 也有钱了 他开凿隧道以后了 才到了时速 这个100公里以上 然后后来高铁时代以后 那当然就重新开凿隧道 把它连起来了 所以你看整个从广东和湖南走齐田岭这条线 其实非常难走的 那从前两边这样通 可是这个你说齐田线是一条主要的线 其实是比较一条近的线 比较近 因为你如果不走齐田线 就好像说你如果不走这个北宜公路的话 你从台北到宜兰 你如果不走北宜公路的话 那你就从基隆绕 那你知道很远很远 所以你哪怕是翻山走 你也是快的 所以齐田线某种意义上 就类似于就是说北宜公路 可是后来雪岁开通之后了 北宜公路就比了 那同样 当年就是这个开通隧路 也是当时是中国最高 最长的这个铁路隧道 是14还是16公里 跟水岁差不多长 所以你看我们拿雪岁 宜兰跟台北的关系 来理解这个齐田岭 我觉得大家心里就马上很久很有概念了 那我就想说 这就是这个第一条路线 就是齐田岭路线 然后第二条湖南到这个广东的路线 是什么路线呢 其实很有趣 它不是直接到广东的 它是借到广西再到广东 走水运 走水运 那就是非常著名的所谓的林渠 就是林渠 林渠我们都知道 名字就漂亮 对很漂亮 然后那个林渠是通哪里 通桂林嘛 所以桂林跟湖南的关系非常密切 然后中国的势力从湖南 通过广西的桂林 再绕道到广东 这就是第二条路线 那我们休息一下 再讲这条路线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国际 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你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讲湖南到广东的陵渠县 陵渠县 当然这个故事 一定是跟秦始皇有关 我们都听过 就是秦始皇修陵渠 那他为什么修陵渠呢 就是涉及到秦始皇 要攻打百岳的历史 秦始皇打百岳 设置三个郡 什么向郡 桂林郡 然后还有什么南岭 南海郡 南海郡其实就是今天广州那一带 向郡就是今天桂林这一带 不是 桂林郡就是桂林这一带 向郡就是今天越南 河内那一带 有设到那么远 对 其实这三个郡的所在地 都是原来有三个百岳的族群 当地的本土的政治联盟构成的 所以他其实三大势力 分布在越南 然后河内跟广州 可以这么说 那么秦始皇就把它全部 因为这些势力本来是 backup那个楚的 早期跟楚人文化 百岳的文化 其实关系都非常密切 语言也非常接近 所以楚跟岳 这个岳是越南岳 就是百岳的岳 其实都非常的接近 所以要消灭完 不然他要亡情三户 对 一定把楚国打败之后 接到湖南的路线 对 把后面都清光免得在反叛 没错 但是没有用 没成功 好 那我们就讲是说 其实始皇修岭渠 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湖南的一条河 叫香水或香江 然后跟桂林的一条河叫梨江 梨江也叫桂江 把它两条连起来 修的岭渠 其实中间你会看地理环境 我一看 我觉得那个林区所在地理环境 两条岭中间 那个岭叫做越成岭 跟都旁岭 跟都旁岭 对 这个两个岭中间的宽度 其实算最窄的地方 都比花东纵谷宽 所以很宽 很宽 所以你会想到花东纵谷 其实很难防守 对不对 就是如果假设说 那个花联人要打这个台东的话 台东是很难在花东纵谷防守的 为什么 因为他很宽 他宽的话 就是除非你是设置 太宽了 对 不能守爱口 对 不是一个很小的一副当官 外副门的爱口 所以你会想到说 那个如果中国的力量 透过这个所谓这个岭渠 就是两个岭中间的这个谷地 去那个打这个百岭的话 其实是很难守住的 更何况百岭当时 他也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一个官僚体系 他是松散的部落联盟 所以基本上来说 他是很难在政治上被整合起来的 因此很容易就被打败 但即便如此 其实也出现非常多可歌可泣的反抗故事 对 非常多 就在桂林那一带 有一个有名的一个叫做西欧王 反抗 也是因为反抗抵制很厉害 后来秦始皇发现说 他的这个后背的粮草的补助是不行的 他必须要修灵渠 然后呢 把这个粮草尽快的运过来 这样会不太慢 所以灵渠就修了六七年 所以秦始皇这个攻打百越 也是前后打两次 第二次修完领取以后了 才真正的把百越彻底的 后勤补给 我说彻底的征服 其实是非常不准确的 只是说 他确实是征服了上帝的这个上层的首领 然后在当地设置了中国的进行化制度 可是下面就是那个郡 那个桂林郡 可能在那个城市的中间 有些驻兵跟官员 其实我一离开那个城市周围 全部是百越的汪洋大海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 所以秦朝对于百越的管理 其实我觉得今天从中国史的小说 我们是控制了这个南方的这个岭南地带 事实上其实真的不是真的纳入管理 只是名义上有几个战略据点而已 这也是秦朝 你看这个很快他打完百越之后 不到几年 秦朝一死 整个就瓦解掉了 瓦解掉以后了 反而是在南岭地区成立的政权 比中原地区所形成的新政权还早 也就是南汉国比这个西汉国建国还早一年 刘邦还没建国的 人南越国已经建国了 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 对 它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地带 所以原来的驻兵很快就自立建国了 我觉得这就是这两个通道 就是林渠通道 看起来似乎是可以把中国的力量 很快的就是透过通道 所以林渠现在那个运河还可以work吗 现在还在运行 但是现在它主要是在作为观光 那边就是桂林山水的 甲天下 甲天下的地方 对 其实如果你从那个 我们现在常讲桂林山水甲天下 杨硕山水甲桂林 可是你如果往那个林渠往那个湖南走啊 就是到了永州那个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的山水跟桂林很像 都是同样地形 它们是同一种地带 也是那种一座山孤立的感觉 对很漂亮 那个永州就是 那个如果我们读过这个天龙八部 孝江湖里边的那个莫大先生 有印象吗 他就是有谈那个湖琴 叫叫肖香业语 那是湖琴 肖香业语听过 那肖香业语 为什么叫肖香 就是肖水跟香水汇合的地方 就在永州 所以呢 当那个莫大先生就在那谈肖香业语 但往上走就到了衡阳 就衡山 南越衡山 所以金庸的地理环境是非常清楚的 金庸他写这个中国的武侠小说 这绝对是地理跟历史是非常的 做的是功课非常深 这就是灵渠县 那可是我觉得灵渠县呢 就是说看起来是中国这个掌控的土地 跟南越这个土地之间 是最容易变通的一条线 对不对 因为他可能是运输比较重要的线吧 因为他传运 如果之后成平时代 就不重要了 不重要吗 不是贸易用的 对他其实他因为他必须绕道广西 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 因此来说你会看到齐田岭刚才讲第一条线呢 跟这条线当中 你会觉得是说 好像还是这个齐田岭的在贸易通道当中的 这个虽然很漫长 还是比较多人走 但是还是近 对还是近 也就是说你如果去广西做贸易 去贵人做贸易 当然是OK的了 可是你要到广东来说 所以很多人还是选择这个齐田岭的 走山路OK 对 那在整个中国的时代 也就是唐代以前 秦汉时期 确实就是这个从古南到这个广东的路线 不管是从齐田岭还是走林渠 都是比较主流的路线 当时呢是没有一条路线 是从江西走的 可是江西到广东也很近哦 对啊为什么 是因为江西比较晚开发吗 对我其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确实是因为从中国的这个核心势力来说 是哪里呢 主要就是在长安跟洛阳 那从那边直接下到河南 沿着汉水就到了长江 从长江透过湘江就直接沿着湖南 所以他从那边走到往岭南是很快的 比较快 他从广西走的话 他等于说要再往东边走 那我觉得那个地方可能是从当时的 从秦汉之前 当时的逻辑当中 确实就是比较更荒凉的地方 所以可能要等到长江下游发达之后 对 我觉得是个道理 等长江下的吴越这个国家都已经崛起之后了 然后经济繁华之后了 那江西才会在作为中间地带才会起来 其实今天你看江西的经济也都一样 他不如湖南湖北发达 他也不如下面的南京跟江浙发达 他还是中间地带 尴尬 尴尬 我推测就是说在上古时期跟中国时期 江西其实也扮演这个角色 尤其是所以湖南从湖南进入广东 或绕到广西进入广东 是其实是一直是 所以你们共产党就躲在 躲在干南 对 那所以呢 那所以干南这个地方的开发是唐代以后 有一个就叫张九龄的一个广东人 张九龄能温习 你有听过这个 孝于清所当时吧 这是什么东西 三字经啊 真的吗 我都没读 没背读三字经 那个张九龄应该就是 这个张九龄 就唐代宰相张九龄 小时候读 你也搞不清楚 张九龄这名字听起来还蛮 蛮熟的 但是我们如果读过那首诗 海上声明月 这也是他的 是他写的 OKOK 非常有名的一首唐诗 所以这个张九龄呢 他就是广东人 那他作为广东人来说呢 他就是主持开发了 从广东到江西的一条路线 那就是我们我们后面讲那个 这个梅岭 梅岭或者大鱼岭 这条路线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去讲第三条路线 从两岸国际 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九点三十分到十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 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不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各位听众 这里是央广的《这样看中国》 我们继续聊广东到江西 由唐代的宰相张九龄所开凿的路线 刚才张正就说 他应该是到海边在写海上生命乐 天涯共死石 对我们被唐诗的时候 我们没有太想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好像蛮少唐诗里面有写到海的 因为还是没有认真去算 确实整个唐诗意象当中 特别海洋意象是非常少的 大漠的意象 或者是什么 风吹草地见牛羊 这是南北朝的 所以我就觉得 对海上生命乐天涯共死石 这个确实是从海上看到的景观 而且张九龄就是广东人 他是出生在韶关那一带 韶关虽然是南岭的靠近山区的部分 所以张九龄一定也是到过广东 广州那边海边的 所以他应该是对海的意象是很清楚的 张九龄因为是广东人 所以他主持开凿了 由广东通往江西的一条路线 就是叫大鱼岭 这个鱼就是写成风鱼的鱼 去到月子旁 那它也叫梅岭 是因为据说上面种了很多梅树 所以叫梅岭 那这条岭 其实我后来看地形 它真的很好开凿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珠江水系 一个地条叫北江 它是三条支线 一个叫北江 一个叫西江 一个东江 分别往三个方向走 那北江就直接通到大鱼岭 然后就直接就在南岭里边发源 北江其实 然后它已经升到最深处的时候 可以行船的时候呢 翻过这个所谓的梅岭 这个梅岭有多高呢 我看的高度 就是跟猫空差不多 400到500公尺高 其实很矮 就台北郊山的高度 那翻过这个梅岭呢 就到了所谓的这个干江 那很近 对 干江就是流到长江的 这个江西的一些主干道 叫干江 干也是这个江西的建成 流到博洋湖 对 对 博洋湖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说 哇 你翻过一个像猫空 那么大小的一座山 修一条这个山道的话 你就可以连接两大水系 就迅速到达了江西 这样比那个到湖南的路路还要短 对 还要短 而且还要好走 因为你如果从广西桂林走的话 你绕很大一个圈子 那你如果从那个七点零走 你很难走 那你如果到广西之后呢 从广西从那个 从梅关到江西的话呢 你就非常轻松 非常快 就搭猫空缆车就过去 那个感觉 而且是什么呢 你到了九江以后 在唐代以后 整个扬州 江南是已经彻底开放 对 经济非常繁华 所以它路线就随之改变 也就是说 整个经济中心在那边的话 你不可能绕到四川 再沿着长江下去 你从江西九江 直接沿长江走到南京 是非常合理的路线 这就是唐代以后 大鱼岭这条路线 就彻底的 应该说取代了 这个 所以刚才讲的齐田岭 还有岭曲 这条路线的原因 不过到了现代就不是了 对 然后这条路线 我觉得有这种 后发优势跟先发烈势 就是这条路线 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它就是随着 现在的公路技术 跟铁路技术发展 然后大家可以去找铁路 像刚才我们谈 谈湖南到广东 那个所谓的 叫做汉越铁路 越汉铁路 本来清政府 要开发这条铁路时候 的方案是什么 是从湖南绕到江西 从江西透过这个梅岭 然后到广东 这样绕一圈不是 没有这样虽然绕一圈 但是可以串 等你把三个水系串在一起 而且它没有成本低 因为开澡 没有很简单的 你在那个猫空上 你挖个隧道 或者是修一条路 是比那个 在雪岁 雪岁要容易太多了 所以它这个方案 是很合理的 而且湖南的诸州 到江西干州 其实有中间一条路 是很近的 它其实说一定是绕路 可是它也划算 对 但是当时就是湖南相声 就反对 说不行 这样我们湖南的利益在哪里 我们湖南南部 好像那一代 我们要有铁路 所以后来就被迫 就是这个 因为湖南相声有钱 然后江西相声力量比较弱 所以没办法 之后就变成 政治决定路 对 这是湖南的立法委员 很厉害 打败江西立法委员的概念 所以江西到广东 现在一直都还没铁路 还是已经有了 错 对 这条铁路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2000年之前都没铁路 真的 对 后来怎么办 后来就是中国开发一条 叫新的路线 叫京九线 你有听过吗 就北京到九龙 其实也是到香港 广州那一带 它这条线就完全避开 原来的京广线 所以两条平行的线 两条将近平行 然后这条线全部 全部走江西 然后安徽的 偏偏的山区里面 就像台湾的二高一样 第二个高速公路 对 跟二高一样的原理 那么它开发之后 它把安徽的大别山 和江西的井冈山 这种地方连起来了 所以它变成一个旅游路线 这个有趣 对 可是说实话 这条路线 以现在的技术 去翻阅这个梅岭 是太简单的事情了 那么江西就因此 就是因为这条路线 梅岭路线 享受了当时好像的繁华 可是事实上 我觉得它也是 错失了 现代的某种开发 这个也说 真的历史的发展 是很让人 对 你看到现在 那么久 对 到现在才开发 所以江西的南部 就干州那带 是非常穷的 对 这个那条路线 有个有名的故事 就是什么故事 就是你有听过 这个牡丹亭 这个有名的戏曲 对不对 百现永不是当初 就是主持一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吗 那牡丹亭就是谈 这个一男一女的恋爱故事 那牡丹亭的这个故事的发生地 就在这个梅岭 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设定这个书生 是个广东书生 这个广东书生 要进京赶考 对 那你看他广东书生 进京赶考 他当时背景是南宋 是到杭州赶考 所以他怎么走 所以应该就是走 他不是坐船 我们今天讲广东到杭州 应该是沿着福建走吧 对不对 走海路 或者怎么样 其实那是当时都没路的 所以他们 海路其实危险的多 对危险的多 因为这个阿拉伯人才会航海 中国文化当中 对航海力量是很恐惧的 到明代都更恐惧 所以他是走梅岭 从梅岭 从江西 然后到长江 从长江坐船到南京 南京走大运河 再到杭州 所以他到了梅岭之后呢 他就是 他说 过梅岭风雪好大 他跑去感冒了 这个广东书是感冒 感冒以后 他就寄托在一个寺院去养病 那个寺院呢 就当年一个官患人家 他的女儿去世以后呢 就把他女儿葬在那边 然后就请了旁边 就修一个寺院 有一个老道姑来看护这个寺院 然后那个太守呢 就是他当时叫南洋太守 是南洋吗 南洋太守 南洋郡 对 那个太守呢 他就后来去到别的地方 去打这个女真人去了 打满洲人去了 这是南宋的故事嘛 那因此呢 这个女儿就孤立定 葬在那个地方 梅岭旁边 那这书生一来的话 就剪了一句话 说哇 这个好美的女孩子啊 结果这女孩子 晚上就幽灵出现 就跟他约会 就是一个人鬼相终的故事 然后后来就说 你把我挖出来以后呢 我就会火过来 后来挖出来就活了 活了以后呢 那书生就带这个女孩子 就赶快就是 又进去赶考 然后又获得功名 但是因为你掘墓挖坟 这是大罪嘛 对不对 所以又引起一气的官司 这个牡丹亭讲的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听起来很有趣 很有趣 可是我觉得 就是我们在看牡丹亭的时候 包括白先勇 我都觉得他可能 都没有特别想到 是说这条路线 对于广东 跟江西的连接路线 对于这个中古时期的 这个两地交流的意义 只何在 对不对 从小说里面看地理 其实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 而且就那个时代有 对 如果说你说再往前 他应该要走这个 对如果再往 假设这个新的故事 他们先读写的 他是江西人 他是明代人 你如果是一个 秦汉时期的人 他搞不好 他就发明一个 邻居的故事 对那往后有铁路之后 就不应该走这边 对 不过现在又有 什么 金九县 那就可以写金九县的故事 那应该可以看到 更多灵魂 更多灵魂 更多美女灵魂 革命灵魂 所以我会觉得是说 这个地方很有趣 同样这个美灵 他有一个 上面有一个镇 叫做朱姬像 就是上面是一个 南亡人 自自朱姬 对 自自朱姬 这个朱姬像 它被称为是广府 就是今天广东人 粤语的粤语学人 他们的一个 先人的一个 发源地 他们都认为 他们是朱姬像 居民的后裔 但是现在 你要去这个朱姬像 你会发现他们讲什么话呢 他们讲客家话 为什么当年他们被认为是广东人 讲粤语人的祖先发言地 现在就讲客家话了呢 这就是我们下一集会讲的一个主题 讲客家人到底是谁 你买梗 他的真相是什么 好我们今天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